在這邊加一個等號 加個等號之後的話呢 再給它一個 前刮後刮強制轉型 然後打一個list list的話就是list class 裡面找一下 找一個指令叫findViewByID 那這個findViewByID就是 Activity裡面的一個 方法 它可以去找到我們畫面上 那大R的話 就是登錄檔 點ID 根據什麼大R裡面 有沒有找到一個ID 有ID裡面叫什麼 叫做 這個 ETID的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把它連接起來 那其他的話 因為很多地方一樣 所以就把它貼上 Enter 貼上 特別注意 但是呢 很多同學很喜歡貼上 但是呢 程式都錯在這裡 為什麼 改了前面之後後面就不改了 就一放說 老師為什麼錯 我已經看到太多同學都是這樣子 所以呢 其實在 很多java 原文書裡面都強調 千萬不要用複製貼上 他把它視為一種 這個教條 到底很簡單 因為你的bug都出來這裡 所以如果你有本事用貼上的話 請你也有本事 不要錯誤 一定要修改 所以這地方特別特別的注意 好 那這邊的話 稍微改一下 那我如果 其實我自己也有犯過錯了 所以我 就應該 還好都已經知道錯誤 那再來的話 就什麼呢 再來button 應該了解我的意思 反正就是這個部分跟 前面那個學 前面的 我們之前講的都一樣 如果說你是新同學的話 也沒有關係 反正呢 以後呢 大概都是 至少會有這幾個部分 一定要做 最後的話 翻譯把id 一樣 r.id 去找一個id 然後呢 找什麼 叫 btnsummit OK 然後把它刮合起來 結束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撰寫好了 分別四個物件 配上四個元件 再來 接下來的話 建立事件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在哪邊 建立事件 在b01 所以呢 sheet就是 將來一樣 b01 點 有個方法叫set o 你打一個seto 就出來 setunclicklisten Enter一下 那這個意思 特別需要 你會發現呢 當我打一個seto的時候 它會出現什麼 dm 其實也會出現一些相關的 相關的說明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再做也OK 為什麼 因為它告訴你說 setunclick 裡面一定要放一個什麼 unclicklisten 這個東西的話就是 請聽 就是一個listen listen就是 隨時 再去看